《棉花宝》 棉花是指其色白如棉 貌似棉团 城堡是说它 曾识蝶眼 形如城堡 因此顾名棉花堡 棉花堡无数眷留 从山时间产产留下 白苔碧水 天必炫目 棉花堡的面积有多大 棉花堡有2500米长 500米宽 当地政府严格规定 凡进入棉花堡的游客 必须赤脚 以防鞋底磨损堡上的石灰岩 这边都是天然 天然的游泳池 天然的按摩 对吧 天然的好像一个 白石的雪山 好像置身在一个雪山当中了 是是是 在棉花堡 你会听到这样一个传说 当年牧羊人 Andyminen 为了和希腊月神 和林立优惠 竟然忘记了几羊奶 致使羊奶 肆意横流 覆盖住了这塑丘里 这便是土耳其民间 有关棉花堡的美丽来用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实际上它还是有水在往上 不断地滋养它 它说如果时间长了 地下水不丰富 不往下喷涌的话 慢慢就会变成黑色 被氧化掉 你们发现 比方法大部分还是外国人 这个地区 12个月都有旅游客 来主要旅游客 一定能棉花堡看看 跟全世界人是唯一的 古城的温泉从地底涌出 再从丘陵上沿边缘卸下 所过之处 经历一万四千年的 钙化沉淀之后 形成层层相叠的半圆形 避水如尽的温泉池 我看 全部都是 都已经形成那个晶体了 你看 它那手上 我觉得好像能抓起来 但是很滑 很滑 这些沉积 在地质上属于第四季 人们认为 它来自于中生代和新生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断层 古城的温泉平均温度有36度 四个泉眼的流量达到了每秒钟25升 这些温泉水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 向西北方向延伸70公里 一直到阿拉斯西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